位于中和区的斐利社区 基地面积800平 外观设计上都是欧式巴洛克设计 非常的豪华 走过都让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相当有特色 今天呢 我们就要带您一起走入斐利社区 来看看华丽的建筑物内 到底有什么设施 它的管理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一块来看看 菲利社区坐落于中和区内 基地面积约800平 属于新欧洲第二期规划 外观采用欧式巴洛克设计 高七米雄尾列柱 搭配锻造之雕花栏杆 拥有六米六星级门厅 经过这里还以为来到了欧洲 十分吸引眼球 它的用色很大胆 造型很前卫 而且最重要的它很耐脏 所以虽然我们社区已经有十几年 已经有十一年了 迈入第十一年 但事实上我们的外观看起来 还是很新的 所以我也在这边讲一个笑话 我们这边复兴小学的学生 有的时候在做校外教学的时候 会经过我们社区门口 然后看到我们大厅 哇大饭店耶 北历社区周围交通便利 三分钟车程抵达北俄高中和交流道 五分钟车程抵达秀朗华中中正桥 也临近东西向快速道路 特一号道路 不论是捷运公车开车族群 都能轻松抵达社区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双捷运 有南四角捷运 南四角捷运站跟那个景安捷运站 而且距离我们步行的距离来讲 都在十分钟之内 那像公车来讲的话呢 也有局二直接到我们的门口 除了便利的交通之外 学区与生活机能当然也不能缺少 全联顶好美联社都在周围随你挑 复兴公园老人小孩运动身体好 早起就去金山早市逛一逛 职业妇女下班还有黄昏市场 邮局医院图书馆陪在你身旁 复兴国校距离196公尺 孩子的成长不彷徨 招牌林立热闹好地方 北历是一个很单纯的社区 一个很单纯的社区 主要都是以上班族 上班族为主 那当然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家等等的 在这边也不算少 那大家相处的都很融洽 那因为中永和地方本来就是以军公教人员居多嘛 所以我们斐力社区具备了这样的特质 就是说这个人都很和气 那大家也都相处得非常好 基本上甚至于我这样子讲 有一点那种眷村的味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斐力社区也是现在难得少见的敌公社社区 少了华丽奢侈的设施 将品数更实际地回归到住户身上 我们的公社其实不多 我们的公社大概就是一个后山 一个甲山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会议室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嘛 所以说建设公司它会把很多的 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坪数 放在每一个住户里面 放在住家里面 我们这个会议室的话呢 当然除了每个月的管委会的开会 然后我们也会开放给我们的住户使用 那甚至于我们曾经在这边举办过烹饪教室 烘焙坊 那有的时候也会出租给 出租给住户做那个运力教室用 采访当天总干事就跟我们聊到 斐力社区的住户们都积极于为社区服务 人人都抢着要当主委 像老人共餐啊 像这个中秋烤肉啊 那我们端午甚至于也会来做相报 儿童节也会办一些儿童活动 母亲节的时候呢会做那个母亲节蛋糕 等等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社区的融洽 当然来自于本身我们这边住户它本身的素质 那再来一个就是管委会是真的是很用心 在经营社区这一块我想很少有管委会 能够像我们斐力社区管委会这个样子 一个社区要经营得好甚至相处融洽 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的努力就可以达成 总干事也跟我们分享社区经营最重要的三件事 一个社区要管理得好 当然一个强而有力 有领导力的这个管委会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有要有热心的委员 要有热心的委员 因为管理中心事实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还是要听命于管委会 要听命于管委会 那所以说管委会的委员 如果对于社区的事务漠不关心的话 事实上管理中心就算有再强的能力 它也无从发挥 那北地社区今天非常好的就是说 我们的管委会很强 那我们的委员很热心 那当然我们管理中心也全力地来支持 配合管委会的一些做法跟决定 重要的三件事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 住户本身的热心 住户的热心 然后委员的关心 跟管理中心的耐心 这个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在疫情严峻的考验下 北历社区更展现了团结的精神 拿下了新北市的积极防疫奖 非常值得学习 去年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那这个管委会就很有危机意识 那事实上我们做了很多的措施 都已经是超前部署了 像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的家人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 所以我在12月份的时候 曾经回去过年 那在我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时候疫情已经刚刚萌芽 还没有很发展的时候 那个时候管委会事实上就已经希望 我能够自行做居家检疫 自行做居家检疫 那当然在我回来的第二天 那个时候我们所谓的防疫中心 才开始要求自国外回来的人 要做14天的居家检疫 所以这部分我们不得不佩服 管委会高瞻远瞩 在防疫中心还没有开始要求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进步要求了 那后续我们慢慢地又配合防疫中心的一些要求 我们也制定了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防疫规则 比如说像我们从2、3月的时候 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以1比50的比例 再配那个漂白水 做全社区的消毒 那把电梯所有的案件 我们都贴上了塑胶膜 然后甚至于说 我们在电梯里面有规划九宫格 就是说一部电梯最多搭乘四个人 那我们很早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 所以当后来7、8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新北市政府 所提出来这个 优良防疫社区评比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很多事情 对我们来讲是轻而易举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 我们只是把资料做了汇整 防疫生活会过去 社区的管理与住户生活品质 要永续经营 并且持续展望未来 菲利社区就做了很好的典范 好防网TV王宏文 李也新北报导